日前,好莱坞动作巨星巨石强森 确认自己不会出演即将开拍的《速度与激情》第十部和第十一部 至于具体原因是荡气已满,还是对片酬不满,又或者是与主演范迪塞尔不和 强森并未透露 强森已经出演了四部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电影 不得不说他的加盟,为这个已经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的电影系列 注入了新的看点 后来,有知情人透露,范迪塞尔为了自己在片中,男一号的位置不被强森取代 利用自己是本片制片人的权利,对强森百般刁难 迫使他最终离开了这个系列 不久前,强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已经暗示得非常明显 希望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未来两部依然叫好叫做 但只字不提自己是否会继续参演 但是近日,他却突然表态自己将从《速度与激情》系列中消失 不过他也表示自己会继续主演《速度与激情》衍生电影 特别行动第二部 2019年,由强森与杰森斯坦森主演的《速度与激情》 特别行动第一部,反响不错 《环球影业》绝对不会因为强森与范迪赛尔的私人恩怨而放弃强森 况且现在,范迪赛尔的票房号召力远不如强森 所以《环球影业》为《速度与激情》这个IP又开发了一个新的系列 你觉得最后,强森和范迪赛尔谁会笑到最后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欧美娱乐 关注焦囊电影 记得点赞收藏哦